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场人理的意思是 就是我们此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在什么样的一个周围上 你就要尽到自己的这个本分 自从我们法谷山推动这个 说好话的节目以后 我个人觉得获益蛮多的 因为你也既然每天要说好话 你就想想哪一些话是真正的好话 什么话是对这个人真正有帮助的话 那么想着想着呢 你就会那个念头就会转了 你就会自然的去说好话去做好事 所以我觉得说好话 真是这个提升人品或者是融住人品 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 那么在生活里面 除了在我们说在校园里面 每天会碰到一些人要说好话 在家庭里面 我们家人每天碰面会说好话 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常常会碰到同样的一批人 就是在工作场所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教圣言法师 您在工作场所里面怎么样来说好话 其实不需要挖空心思的想 什么叫做好话 嗯 有的人摸拿寡言 你不能够说他 是怎么在说坏话 他是不说话 对啊不说话 嗯 说话 有的是用嘴巴讲 肢体也是语言 对 眼神也是语言 嗯 面部的表情也是语言 我们这个身体的动作 歪一个头 变一个头 鸟一个头 鸟一个头 也是语言 对 这叫body language 身体语言 是啊 肢体语言 还有跟人相处的时候 就是要让人感觉到 安全 舒服 温馨 不是啊 就跟 如果跟你跟他人相处 人家把你当成你 哇这个身上有刺 嗯 这个人身上这个磁肠 好像是很奇怪啊 所以磁肠奇怪的 一个 就是说 随时随地都可能伤害人 他那个脸部表情呢 眼神呢 嘴巴那个嘴巴翘一下子啊 这个 或者是手动一下子啊 弄个什么声音呢 都可能让人家 感觉到舒服 或者是感觉不舒服 所以这些都是语言啊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我们讲是 一举 一动 一举一动 举手投足 这个 一举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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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一顺目 通通是语言 啊 对 你知道 这一种语言的表达 是跟心有关系的 是 你的纯心 是 阴险 你讲出来的话是阴彻彻的 你诚心呢 就是 斗技 你讲出来的话是酸溜溜的 或者是呢 你用的表情也不错 是 语言的生态也不错 可是呢 你的心情不好 你 多讲几句话 人家也会听出来 你是在演戏 你心里边就是口是 心非 心非 人家用一点心也感觉到 就是磁肠啊 就这个心的磁肠 让人家感觉到的 所以这个心的力量 是 让我们的 语言的生态 声调 表情 动作 都是啊 表示说 你是在说好话 还是说 不是说好话 嗯 所以跟我们在 工作场所 是 许多的人是为了 一份薪资 而工资 甚至于 他 每分每秒都在计算 我这个一分钟 可以 可以拿到多少钱 如果 我拿的钱 跟我的工作 不成比例 那 我觉得 很愿望做了 其他的人 跟我拿的一样的工资 或者拿的比我更多 可是他的工作量 工作品质 不一定由我好 我心里就不舒服 如果吹真这种心 你在工作场所啊 是 你表现出来的 表情一定不会好 嗯 你讲出来的话 一定不会啊 是那么的好 嗯 所以是非常重视 重要的呢 是心里边呢 你的念头是什么 对 你心里边的念头 好 你所有的表情 语言 都是好的 对 好话 不一定用的甜言 你语言 那种美丽的 对 生动的 这种 词句啊 有没有想 美丽生动的词句 你可能是一个 是包藏或须 是 是这样啊 所以是 你这个美丽生动的修饰词 你的目的是希望达成什么 你心 希望达成的目的是害人 那这种话 就不是好话 虽然讲得很好听 这个表达的语言 非常的有礼貌 但是不一定是好话 所以从这一方面呢 思考啊 我们讲好话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是 通常的人就说 对不起啊 我不会讲话呀 我从来不会讲 讲好 讲好听的话 嗯 不是好听的话 就是好话 不是好听的话 什么叫做好听 嗯 好听就是 这个问题 嗯 最好听 是听你的情绪 听你的真诚心 听什么 听你的情绪 你在 在 在 在发飙 你用的语言 一定是啊 非常粗暴的 那当然不是好话 可是呢 你内心呢 存着 非常 这个 友善的信 嗯 但是呢 你必须要用重的 语言 是 这个用词要用重一点 嗯 不用重的时候 对方啊 感觉不到 嗯 那时候还是要用重的 嗯 那不是侮辱他 是 就是让他 嗯 让他能够记得很清楚 这是很重的语言 嗯 比如说 我有说 你真 傻啊 你真 你吃啊 嗯 不会用 那就是要点醒他 所以还是一个好话 是 所以呢 常常 常常去思考 什么样是叫说好话 什么样是真正的好话 呃 你常常去这样思考的时候呢 我想对你的心念啊 呃 逐渐的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转 真的是有帮助的 文佛教有句话说 万法唯心造 所以我们认为修心啊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心啊 有时候是比较空洞的 那怎么修呢 好像摸不着边际 所以我觉得 说好话啊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工具 师傅你觉得是不是 就是说在说好话 如果像师傅刚刚上面提到 就是说 我们在说好话 就要实际 真正的去想 什么是说好话 不住 不断的这样思考的话 是不是真的 对转变我们的心念 是有帮助的 一个呢 一个呢 随时随地存好心嘛 嗯 你不要用坏心待人嘛 那你说出来的话都是好话嘛 另外呢 可能你的心情不好 你有的时候是身体上的 有病痛 不舒服 那你感冒了 伤风啊 或者是呢 体力不积了 嗯 那这个 心情好不起来嘛 那就面永久变成了 那么臭蜜苦脸啊 那人家跟你谈话的时候 你首先 唉 今天真糟糕 我这不舒服呢 就是会这样子 你这样子一讲啊 好像是 你舒服一点 可是 另外一个人听了以后啊 他也跟着你不舒服了 这有感觉有传染哦 嗯 所以 在这个 自己的亲人面前呢 也不能够老是说自己啊 痛啊 苦啊 对 这个心里都好难过啊 也不必 不要这样子想 不要这样子讲 不是骗人 而是说呢 对啦 我身上有一点病 心情还好了 嗯 这样子讲 可是你如果不要一直老去想你的病啊 说不定病也会好一点 会不会 这个也是真的啦 嗯 如果你老是想的有病的话 没有病也不一定啊 是啊 因为如果说是有病啊 而 你不要想的这个是很严重 嗯 那 病情比较轻一点 嗯 那感觉上也比较舒服一点 对 因此呢 这要从啊 嗯 这个观念上调整 是 另外呢 你刚才讲到 是 用心可能呢 不容易 用上力 要不是说 说成好心这个空洞的一个名词 嗯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说你不舒服啊 你心里有烦恼啊 你心里头有这个很多的这个 疙瘩 嗯 所以心有千千几 这个时候 你一见到人的时候啊 能够 带一个笑容 嗯 就是说 对人 你说 微笑的时候 你自己不要忘掉了自己 不要想到自己的身体 不要想到自己的病了 是 还有 你刚才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 可是呢 另外一个朋友啊 来见你呢 你这个时候 你不能够马上把你自己的一个问题啊 嗯哼 就丢给他去 是 他也不是垃圾桶 是 你丢给他去 他痛苦 对 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嗯 你只丢给他而已 嗯 那最好呢 你平常无事 就把刚才的事情呢 暂时忘掉 都要想他 嗯 你面对他 你给孩子这个很愉快的 嗯 面对他 应该有朋友来的很欢喜的 嗯 跟他分享 嗯 这个欢喜 还有呢 万事 凡事 从好的方向去思考 是 从相反的方向去思考 嗯 比如说 有病啊 我的母亲呢 常常这样子讲 她说啊 我的命是最苦的 她是她的命最苦 她说老婆还病 这个奇怪 不害病就是命苦 为什么每天 非得工作 结果呢 她还病呢 一害半个月 然后呢 她说 终于我 有享福的日子了 她说这个 多少年来啊 我没有休息 是 我什么事情都要我张罗 是 但是呢 现在还病呢 那我就继续了 这是 我就没有想到过 被人家事后是这么快乐的 是转念 是 那这样子一来呢 她那个病情 也不是那么痛苦 是 而面对人的时候啊 是一个愉快的 是 是快乐 别人来看病觉得气氛很好 是 人家看病 还认为 她一来啊 那你的心情好了 你的病也好了 是 这个看病回去以后啊 她说 这个人已经好得多了 因为蛮好 刚才的精神很好 她回去的时候 她也不会担心的 是 这个也是啊 既的善缘啊 是 否则的话 你老是在那边 我要死了啦 我大概没有两个小时 我就要死了啦 或者是 我过不了明天了啦 那 那看病的人 第一个 他就不敢走了 哦 既然走了以后 老是担心的 可是到了明天以后 你还做好好的 是 所以呢 人与人啊 之间要相处得好啊 常常呢 就是说 要把自己的烦恼 自己的压力 自己的痛苦啊 要忘掉 然后呢 常常这个 在自己觉得说 哎呀好像 钻入牛角尖的时候 不妨转个念头 一转呢 心念一转 也许啊 这个整个的天地 也转变了啊 海阔天空啊 又是一片天地 每天上班啊 有时候压力啊 工作压的压力 本身已经很重了 可是有的时候呢 同事相处啊 还会带来一些压力 有些人呢 可能是 表情啊 或者动作啦 或者说的话啦 往往让你觉得 嗯很不舒服 那在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样来调试 自己的深情呢 让我们来继续 请教社员法师 师傅 就像我刚刚讲到的 其实有些人 可能他不是故意的 可能他自己 也是因为压力很重 可是你看的时候 奇怪这个人 为什么老是 每次看到我表情 都是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或者 他的动作 我就是很不喜欢 他讲话 老是有意无意 刺我一句 所以呢 本来心情很好的 去上班 武装了半天 可是一碰到这些 就像泄了个气的啤酒 那这时候 还能说得出好话吗 要互动啊 嗯 还是要有培养的 我们 有些人呢 很容易啊 回馈 你给他 付出啊 他马上给你啊 回馈 有一些人呢 他永远不会回馈的 嗯 他已经是 施定了 你是他的敌人 那这个啊 有几种原因呢 一种呢 没有其他的问题 不在于你 而在于他 这种人呢 他自己的 有种在生活习惯里边的 在什么时候 养成了这种观念 这种印象 就看到 你这样子 情态的人呢 他就不喜欢 听到你这样子的 讲话声音 一种表达的 生态的人呢 他就不喜欢 没有其他的原因 对 他就很容易做官的 常开玩笑 就说这是八字不合 另外一种呢 可能 是在啊 有心 我心之中 你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 没有顺着他 或者是呢 他觉得 你伤害了他 你 可能没有心 所以要伤害他 但是呢 在他的 感觉 感觉 这就是你伤害他 另外呢 有一种状况 就是可能呢 你在工作上面的 就有一种 这个 啊 一种冲突 什么冲突啊 对 是 这个一个是啊 利益上的冲突 那一个是地位上的冲突 另外呢 一个感情上的冲突 人与人之间 也有感情的问题 就是冲突 像这种状况呢 他就把你当成呢 已经是 拒绝往来户 那这个 这是一个问题啊 因此呢 在我们本身的立场来讲 遇到这种状况 是 这个 第一个 不要受他影响 因为 这是他的一种 主观意识 设定 我是他的假想敌 或者说 我是他的敌人 那我 自己不是他的敌人 但是呢 他可能随时随地 伤害你 随时随地 都可能伤害你 那你 最好 想 要回避他 要被他伤害 可是呢 你 遇到 有机会 要报复他的时候 你不要报复他 你还是 网开一面 他 经常啊 随时随地 都可能呢 找到机会 就伤害你 刺你一下 随你两句 你到 有机会啊 报复他的时候 最好 你不要报复他 嗯 能够包容他 能够 原谅他 但是呢 不要 故意地被他伤害 然后呢 如果是个竞争的对象 他是跟你竞争的 对 两个人可能都要升官 都想升那个职位 他一定啊 他就是要跟你竞争 一定 说你坏话 一定啊 想尽办法 打击你 打击你 你的工作上 你的工作上 一定是把你弄得塌糊涂 什么都来啊 那么像这种状况 那 你要不要跟这个两人相处啊 那么第一个呢 呃 如果 你跟你的老板讲一下 就是这个人 我没有办法跟他相处了 我调一个位置 要跟老板讲 老板一定会问你 为什么要调 你就是他这个人呢 跟我竞争嘛 跟我竞争 那我会 调一个位置啊 是不是好一些 他跟我竞争 那我的竞争的能力 并不比他差 工作上不会比他差 就是说 他这种方式对付我 这个 可能对我 对工作都不好 都不是很好 这个团体都不好 那这个看看老板的智慧 那些老板呢 他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把 就把你掉了 你就剩他 有可能 像这种公司 这个老板 这种老板 也是不值得跟的了 所以在 就是说 说好话 做好事啊 平常很容易 可是在有利益 尖锐冲突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需要一些智慧啊 要智慧 一个是去留的智慧 一个是应对的智慧 需要智慧啊 没有智慧的时候 你会痛苦 有智慧 你觉得去也好 留也好 就是跟他一直啊 对抗也好 他让你不快乐 你不要上当 你不要不快乐 是 你还是啊 稀松平常 是 你断了没有事 他不断的打击你 你还是老神在在 是 那你就没有事啊 你还是可以保持你自己的好的心情 是 这是智慧 谢谢师傅开示 不管是认为这个场 是跟我们整个社会是息息相关 那因此呢 就是 彼此 这个合作 合作 在情况下 来进行我们 呃 呃 我们的工作 这个是 就是这场人命